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生活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碳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碳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一切都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来到新的单元 精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上个单元的信中训 还没有读完 那我们先把这个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未知有远的信中训 我们大家来研读一下 那素如 不好犯上殉中训 身作者执中冠衣 言故行行故言 也已成为忠心 可贯通天人 反省其身之学 成则不自欺 为人谋以忠则不欺人 交友而信则不欺有 传业勤席则不欺失 署未 好 这个不好患上的信中训 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就是 要能够以身作则 自我作标杆 怎么做呢 执中观义 执中观义 最重要是在讲那个 中庸之道 还有执中和的道理 执中和能够始终如意 不管做任何事情 或是我们处理任何事情 或是做人做事 的一个最高原则 也是不变的原则 始终如意的原则 就是要符合中道 能够达以至终和 因为中是圣人的心法 用圣人的心法来通贯 那怎么做呢 从言跟行方面来下手 言故行行故言 就是要知行合一 那言呢 要以臣为中心 讲的话 要有那份诚信 这样子呢 就可以通贯天人 另外呢 要学习 真夫子的五日三行五身 五日三行五身 叫做臣不至其 臣呢 是不欺人 不欺己 不欺天 最重要的是不欺己 那真子呢 他三行五身 就是在还行自己 是不是都能够有那一份真诚 对人对事对天 有三方面 为人谋而不忠乎 以朋友交而不幸福 传不惜福 其实这个也是人际关系的一个 最好的建立 这三个原则 对老师不能欺 就是要努力学习 对朋友不能欺 所以交朋友要有信 那对人不能欺 就是要为人谋不忠 而不忠夫 这样的环形 要以忠 来对人对事 要尽忠 好 请小沛 内省之功夫 这个就是讲真子 五日三行五身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内省 也就是圣读的功夫 然后提到 今子意以为止 离以行止 今子意以意 意就是 不管做任何事情 要先以众人的利益做考量 再考虑到自己 然后 一切呢 有一个准神 这个准神就是理 理 所以有理能够走平天下 无理就寸步难行 训以出之 信以成之 谦训 是做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也是终生要去奉行的 所以 这个谦德的实践 非常重要 它能够成就圣人的德行 所以 像我们灵影师 增加了一位菩萨 叫做至谦菩萨 就是这个谦训 做得非常好 信以成之 言中性行度尽 上能行下笔效 所以 一个君子 他意以为止 他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从他的言跟行当中来看 讲的话又有中性 就是 如果 我们能够多 为别人来做 利益别人的事情 利益众生的事 但是呢 有时候讲出来就要做到 要有 以中性作为实践的一个标准 忠诚 而值得信赖 然后 这样子就会有力量 因为 我们 把这个中性守好 自然做事情 就会 井井慎慎 而且对人有那份恭敬 而且我们本身能够以身作则 而上能行下笔效 做事呢 就是掌握到这个根本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这尽道理 圣人也是这样子 从根本下功夫 所以内省就是 还省这些 我们平常有没有 做一些利益人的事啊 有没有把这个礼做好啊 有没有把中性做好啊 有没有那份对人的恭敬啊 这一些呢 做到了 知所先后则进道理 这个根本的部分做好 那再过来看呢 这边就讲到 小人之言多而息 不合中道之事不为也 我们千万不要像小人 所谓的小人就是 品德各方面呢 不能够自我要求 不在乎不重视品德 常常呢 讲的话 不能够守住忠诚 守住诚信 所以言多而息 而且做的事呢 不合以忠道 所以我们 一个君子呢 不犯粗言之难 而犯贱言之难 所以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话好不如话去实践 讲到话就要实践 知见言之难 所以人呢 要知道说 讲出来的话要实现 有时候很困难 君子为言而笃行 所以一个君子呢 自然知道 怎么样谨慎说话 为言就是谨慎说话 然后呢 堵实去实践 堵行 行必先人 言必后人 我们 话少说一点 事多做一点 而且事情是做在 人家之前 做到了 才讲 言必后人 好 最后还有一段 来我们 请素朱姐 好 行 对此有也信中信 言必然一行 推至终和 天地为正 忘物自得 最深 知子定尽安律得焉 敬人者人恒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 真理不便 或重其行 自然乱道 事得 好 这个 择其言 必然 易行 推至终和 那我们 这个信中信一开头 就教我们要 做好 直中观一 其实直中观一呢 就是推至终和 一个很重要的 道理 就是说我们 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叫做至终和 用在天地呢 就是天地未焉 万物亦 万物各得 岁生 所以它的影响 是整个天地的 那一种正能量 对接 其实中跟和 就是天地的 那一股 太和正能量 至其中 就能够得其和 所以我们 一手玄观 就是正正中中之所在 一手玄观 守玄归零 就进入了太和 所以至终和 那为什么天地未万物亦 会跟这个有关呢 因为天地的 印行 万物 能够各得其身 都是因为刚刚好 在一个太和的状态 就是阴阳最调和 所以阴阳调和的状态 才能够生生不息 叫做天地未万物亦 所以我们呢 也能够 也能够像天地 在一个最好的综合状态 人也要懂得至综合 就能够跟天地 这个生生不息的能量对接 这个叫做参战化育 这也是圣人讲的最高境界 叫做天人合一的静静 最后呢 用知子而后有定 定静安利德 来勉励我们 最重要是要懂得知子 知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我们知道我们从哪边下功夫 就像我们要修炼太和 我们一定要先学会 弦观呼吸法 先要能够把天地的正气 通灌前身 要从弦观那股 那个正阳俏下手 打得开才有办法进得来 这个叫做至子 自然能够定 能够静 能够安 能够律 能够得 静人者能很静之 爱人者能很爱之 最后呢 丁宁这一句话 作为一个人生的准则 就是对人一定要先恭敬于人 先付出我们的爱心 自然人家会对我们米敬 人家也会给我们爱心 这个真理是不变的 或重其行 如果我们所作所为 违背了这个天理良心 违背了君子的正道 这个叫做或重其行 那这样子就不行 这样会乱道失德 最后的丁宁 好 那我们今天 要来进入新的单元 叫做金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那这一个信中信是由 三位仙佛 兰采和大仙 寄功佛佛 李栋宾大仙 为我们慈悲 我们先来看一下金子物本的正坛训 这个正坛训呢 是台语的 要用台语来读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 书军你来读读看吧 既功佛佛自信 书为道 朝夕风 书为道 来丢生 望度 会等身中 风雨 有多重 不怕来走动 书也会穿太阳 书花蜜也放松 与麻烦的鼻胜 不可以对谁人说 书是不完 度鼻胜 不完 度又流浪 不得被道 开创 人家说 事前第一 事前主定也对胜 借功心情来提亮 道理不是不漏用 只是不够新建计 自己就要来看中 哇 这个面的很顺 七情主定也会丢生 我们既功老师说 他 麻烦 比胜是因为 为到这些道理来丢生 丢生就是 其实就是伤心的意思 那 是位途走四方 位途来丢生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土耳 这些傻土耳 不晓得怎么修怎么办 甚至有的 还在那边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天时紧急 灾结越来越 越大越多 越快来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握时间 如果不懂得把握时间 遭结的话 这个我们老师就会很伤心 叫做 为度来丢生 望度一当行动 就是成长 成长 成长就是我们各方面 都能够心境上的成长 道物的成长 个人 个人当然年岁也会成长 但是德性也要成长 智慧要成长 方向有外境都不肯定 有我们老师 让我们靠 他好像立陶 太阳 一样 让我们温乱 苏度 满民 苏也满民 会放松 老师说 老师说他也跟我们一样 这些徒儿 有时候如果到处去奔波 为了度众 披心待业 这个叫做力尽风霜 那师其实 我们老师比我们更 那真的是力尽风霜更多 因为三朝重任 所以 也会 加 满民 会 比胸 满民的比胸 就是因为 我们这些道理 没有成长 没有成长的话 老师就会伤心 来丢胸 伤心 不可以对谁来说 没办法对谁讲 不愿 度 比胸 就我们激光老师 不希望 这个 这些徒儿 不晓得成长 甚至沉沦 那 老师就会很 很伤心 所以 老师呢 他不希望我们 徒儿 悲伤 当然他也不会悲伤 如果我们不悲伤 他就会不悲伤 因为我们呢 就是不巧得长进 所以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就会 受尽这些 考验锻炼 我们会 这个 内心 会伤痛的时候 那激光老师 也会为我们 来安慰我们 那 当然 激光老师 也不希望我们 继续 流浪 生死 长城苦海 然后 一当为道 来开创 然后 后面 我们佛老师说 痴情得拱 痴情是世人世间第一 愚蠢的事 叫做得拱 痴情注定会灼伤 那痴情 那痴情是指 老师对每个徒儿的那份情 所以 激光心情 来体谅 徒儿 不是 无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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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徒儿 没想到做事 没路用 没路用 是台湾话 讲的 没想到做事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佛老师 对每个徒儿都看得很重 都是恨铁不成钢 每个徒儿都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就是不想做 不能做 不愿做而已 只是 不够心坚强 一考验断练就放弃了 所以 自己 要看重 自己要看重 好 这也是台语的 来 苏坚再帮我们读一下吧 男才和大仙识信 走过人心这条路 才体会干扣 有缘修道 要禁家丁销 丁台笑容 不要烦恼 人心来收道 照你来走 才不会有错误 你也心爱坚固 尽力骨骨印度 都情是无憾观怀照照顾 勘修走 收道路 就要逼死 就是爱好 彼此 心情是阴阳 不光红好 不光红 好 我也是台湾人 但是台语 已经都没什么可以说 好 走过人生这条路 才会体会到 感苦 艰苦 真的 如果没有修道 人生真的是苦啊 苦啊 太多苦了 所以 有缘修道 要更加的珍惜 要颠气 笑容 就是要展开我们的笑容 像老祖师那样 不肯欢乐 认真来修道 认真来修道 照这个精力来行就对了啦 不肯还有错误 不要再错误这样的意思 你也要心坚强 就是 这个蓝彩和大师勉励 每个技工佛佛老师的弟子 心要坚定 坚固 不要一考验就动摇了 然后真理技技来引导 用真理来引导 不是用那些神通鬼怪来引导 要用真理 道情是无限关怀照顾 彼此兄弟姐妹一样相照顾 道情 亲不亲道情最亲 甘手 怕修道路 手牵手 心连心一起走修道的路 就爱彼此爱护 我们要向上照顾 向上爱护 真正永远 不怕红侯 红侯就是这些考验锻炼 真情是不怕这些考验锻炼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我们这篇信的底信 底信先从君子我们来学习 美心有在线上吗 臨事而去 浩磨而成 远利能断拿捏 莫惹下祸 立正直作折 庶民道醒觉 得犯疑 知心好己 不此下问情好学 怪力乱神莫谈论 依循正道压百协 好一开始跟我们讲做人跟做事 做事临时而起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一定要借慎恐惧 好谋而成 好好的去筹谋 去计划 这样比较容易成功 而且还要深谋眼虑 能够有正确的判断 来拿捏 这样才不会惹下祸端 这讲的是做事情的原则 再来做人的原则 要品德立本 做人最重要的是品德 然后要正直做原则 就是处理事情 一定要公正不恶 正直 正直就是 我们不要有所偏驳 或者是说 被人家很容易诱惑 收买 贿赂 这些都偏离的正直 公正无实 不偏驳 做原则 庶民道行诀 以道来化名 真正重要的是 让每个人都能够醒悟 醒悟什么呢 醒悟人来到人世间 该做什么 人最重要的道理 从哪里来 该往哪里去 这种醒觉 就是诸佛菩萨的觉 一样的觉 得换你 这样如果做这个事情 就能够留下美好的得换 美名永流传 那知心靠己 接下来是讲学习 学习呢 做学问 不断不断的求新知 但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而且要不耻下问 情好学 那对于怪力乱神 千万不要去讲 所以有一些 在道场中 的前嫌也好 或者是道清 心道清也好 我们不要用怪力乱神来引导 以为这样子要度人比较快 要成前人 好像人家比较会听 其实怪力乱神用了之后 就很容易出问题 副作用很大 我们还是要用真理 依行正道 当然会压百姓 我们请俗娟来帮我们读一下 明示而去 不此下论 做事原则要面临任务 便借据谨慎 善于魔化而获得成功 施魔眼力 精准判断 小心处理 才不会惹来或患 作人原则 品德立身 正直作者 以道化名 觉醒众生 留下美名的得患 作学问 日知其所无 知心靠己努力 不此下问 情好学 怪异乱神莫谈论 一循正道 压百邪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下一段 来 恕如 刚常理人道标令 正气领坚守至节 有所作为无患 亦采访 迎千代万也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而改之也 文行忠信 似得兼聚 方式道终因节 好 这边讲到人道立本 刚常伦理做标杆 这就是我们一位精子人 应该要做的 能够涵养我们的正气 正气呢 就是极异所生 孟子讲的 极异 异就是做一些对别人有异的事 有帮助的事 而且是正正当当的事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 要正正当当的事 那就算我们有所牺牲 我们也在所不止 只要对人有帮助 那个叫做意气 集这个意气啊 就可以有浩然正气 所以正气鼎然 坚守至节 尤其修道人那份至节 我们做人做事 也要有那份至节 以圣人的言语 作为自己 修身处事的一行 然后把这个当作 一个人的至节 也可以 这也是很重要 有所作为而无患 就是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己 没有人家 足为人家所知的 当我们有所作为 重点就在这里 就不患人家 不知道了 那自然而然 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而且有那份真诚 一些优秀的异才 异才就是指这些优秀的人才 自然就会来找我们来访 然后甚至迎千代万 很多很多的意思 连千代万 好多这个人才 就会自然而来 那所以还是要自己的努力 自己要修好 然后学习孔子的那种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 叫做 择其善而从之 择其不善而改自 孔子呢 不管去到哪里 他都看人的优点 就学习 看人的缺点 不是拿来当笑话讲 而是当作借敬 改正自己 我看看自己 有没有像他那样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所以孔子在教弟子 有四个部分 士德 他说文行中信 要这个士德兼备 我们要学习这样子 才能当作一个道中的音型 道中的音型 我们请小佩来帮我们读一下 文行中信 士德兼备 君子仁 仁道立本 刚常伦理做标杆 即益仰正器 理人坚守君子的智杰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己之无所作为 故言有所作为无患 劫出益才自然来访 迎千代万也 向法三人行 必有我师的精神 则其善者而从之 以不善而改之也 文行中信 自得兼具 方式到中音节 好 文行中信 指一个人要有那一份文德文采 而且能够忠诚度行的那一份精神 恩 还有那一种忠诚 那一种值得信赖 因为信为朱元功德 讲的话跟做的事要能够言行合一 守这个信 很重要 所以中信 文行中信 这四得如果兼备 这样子才可以称为道中的阴贤 道中的阴贤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先学习到这里 那明天我们再从白话讯来学习 感谢各位前贤 好 我们行住坐卧都可以 如果坐您就请端坐 然后 一样我们深呼吸 只是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意念 集中在我们的玄关 这样子我们深呼吸的时候 那个玄关就打开了 那个 我们刚讲的那个浩然正气 就天地有正气 那个正气就是太和炎气 当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 那个太和炎气也会跟着进来 只是它是从玄关进来 因为我们激功老师说 那是唯一的阳窍 其他都是阴窍 前身啊 只有那个阳窍 好 然后我们一边深呼吸 然后要通灌前身到脚底 然后再突出来 好 好 当吸进来的时候 要让那一股 好 弦进来的太和炎气 通灌前身 好 你慢慢做慢慢做 就会越来越感觉得到 有一股气 会充满前身 好 好 我们常常听前贤讲说 求完道之后 要改毛病 弃脾气 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 怎么改毛病 弃脾气 其实我们发现有些人啊 虽然在道中很久了 但是脾气毛病啊 还是让人家看得出来 尤其脾气还是很大的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真正晓得 用什么方式来 对峙我们的脾气 因为脾气就是 累生累世积累下来的 那些习性习气 到我们这一次 我们还是一样 那个脾气还在 所以呢 要练太和呢 最好是 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 来练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 因为我们有脾气 所以当我们在人互动当中 我们遇到了某一个人 听到了某一句话 我们那个脾气就起来了 好脾气起来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能够感受得到自己 那个脾气跑出来那种感觉 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脾气呢 会心不平气不合 所以呼吸会变得急促 心跳也会变快 那我们说 在太和的状态是心平气和 发脾气的状态是 心跳加速 呼吸呢 也会变得 这个气不平 呼吸会变得急促 心跳会加速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发脾气血压就不要高 因为它心跳加速 所以 当我们感觉到自己那股脾气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说 我就是这个牛脾气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想 脾气上来就是让我们知道 怎么对峙它的开始 所以意思呢 如果脾气起来了 记得菩萨低眉 好 我们就把眼睛半垂下来 眼观鼻鼻观心 就是一手弦观 不是用眼睛 而是用你的意念 然后开始用弦观呼吸法 就我们讲的 深呼吸一口气 而且要记得 慢慢的呼吸 而且把它通灌全身 那股太和炎气通灌全身 你就会发现那个脾气 就会被慢慢化掉 就算你有一股气起来 也会被化掉 然后 完好嘴巴 嘴巴绝对不要 讲 因为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那个脾气呢 会从你的嘴巴冲出来 就是那股 晦气会跑出来 就是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一旦嘴巴讲了难听的话 你那个脾气就压不下去了 所以要记得 脾气绝对不要让它跑出来 跑出来就是你的嘴巴先管住 然后弦观 先把它用弦观呼吸化 把正能量的太和炎气拉进来 呼吸进来 然后用它去化掉你 已经起来的那个脾气 化掉之后 如果确定没有了 确定没有了 你再讲话 要不然 你一开口说话 绝对是心不平 气不和 然后讲话就会起冲突 那你的脾气很成功的 又让你发了一次 那时候你再想要用 旋观呼吸把它压住 压不住了 只要一讲出话 脾气一爆出来 那就压不住了 那你就要去感受到 那个后果的痛苦 就是说有个人 发脾气之后的痛苦 你会伤到人 叫做七伤全 就是伤人三分自己 伤七分 一旦发脾气就这样子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 共同学习到这边 那也祝福大家 每天都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心平气和 充满太和正能量 感谢大家 谢谢